嗨 大家好 我是Sharon 欢迎来到这一期的5月地产报告 今天我们同样以数据为依据 给大家介绍一下 现在的房地产市场到底是怎么样的 哪个区域跌幅最多 哪个区域存在机会 以及市场的一些微妙变化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总体的销量 5月的多伦多市场 总体销量是减少了39%左右 销量下降 因为很多可买可不买的买家 现在是不会买房了 那投资买家很多时候也在观望 那真的市场的数据又是怎样了呢 从独立屋市场来说 5月份Marcom的独立屋均价 仅为177.3万价币 比2月份的高点是下降了19.91% 环比上个月是下降了9%左右 这个数据其实比较惊人 我们再来看一下Richmond Hill 比2月份的高点是下降了9.5% 比上个月环比是下降了2%左右 现在均价是196.8万 在一定程度上来说 Marcom这个月的均价下降比例比较大 很可能是因为销售的房屋啊 小一些老一些 单抽库的Link比较多 它的实际均价呢 其实应该跟Richmond Hill相差不多 我一个比较合理的水平 另一个方面来说 Van还在一个下行的通道当中 比2月份最高点的时候 是降幅达22.32% 其他的热门区域 从降幅最高到降幅最低 分布为Augville Newmarket Milton 密西沙加 东桂林和Aurora地区 从另一个方面来说 从去年今年的2月涨幅 非常快的Durant 就是杜兰区啊 威比的独立乌军价呢 和最高的时候 下降比率已经高达了37% 这个数字也是非常的惊人的 我自己看到的时候 也被吓了一跳 那Oshawa Ajax Pickering的 账幅也是比较明显的 在这一轮的下降幅度当中 越是偏远的地区 越是老周的房子 下降的比率是非常大的 而越新的房子 学去越好的房子呢 其实下降的比率相对较少 忠诚去独立乌的话 变化不是特别大 随着加息通道的开始啊 下一步市场还会继续跌吗 看完这个月的均价以后 其实我们应该关注呢 是一个new listing的一个量变 和库存的一个变化 当一个卖家把大量的房源上市 而且卖不出去的时候呢 市场会进一步的一个跌幅 首先我们要看的是两个指数 一个叫Monster of Inventory 也就是说一个库存量 从独立乌的库存量来说 从2月最低平均只有一个月的时间呢 到5月的平均的库存呢 是2.6个月 库存有了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增幅 那2.6个月的平均库存 到底属于一个买家 还是一个卖家市场呢 一般来说 小于4个月的库存呢 我们统一叫做的是一个卖家市场 那4到7个月的库存的时候呢 是一个平衡的市场 如果是大于7个月的话 就说明是一个买家市场了 就现在为止啊 大多乱多地区的房价 还是属于一个轻微的卖家市场 那库存呢 会不会因为销量的减少而进一步的增加 随之的话 会让均价进一步的下降 我们来看一下 New Listing新上盘的一个数量 新上房源的数量 今年3月出现的是最高峰 当时的加息刚刚开始 独立屋呢 又经历了最高点 所以很多房东啊 会把房子拿出来卖 5月和3月份的变化当中 Aurora 东桂林 Marcom Richmond Hill和Van Augville新上的房源 其实有了非常大的一个变化 其中Marcom的新上盘量呢 是比3月份减少了41%左右啊 越来越多的买家呢 可能会因为这个卖不到 他想要的价格 而不着急把这个房子拿出来卖 不仅如此 举个例来说 416地区有越来越多的房源 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呢 而撤销 不再售卖 再来说说连排市场 5月份的均价 Marcom Townhouse的价格呢 是126.8万 比上个月的降幅呢 是1%左右 Richmond Hill降幅是比较明显的 均价仅为124.3万 而Van的话是为120万 同样的连排New Listing上新量 这个月其实也在大幅的减少 Marcom仅有95个新的房源上市 比起3月的147个房源呢 是下降非常大的 这些热门地区啊 平均的上新比例啊 是减少了40%左右 有意思的是啊 这个月的市场当中 我其实带着客人下过不少于15个offer 不同的房源 不同的房型 不同的房子 那几乎每一个房子呢 都在抢offer 虽然说均价当中 成交价不是非常高 但这个变化 其实是让我们没有想到的 还有另一点来说 就不完全统计 这个月开始呢 五大行处理refinance 也就是说再抵押贷款的申请 比平时多了50%以上 从实际工作当中 我们会发现 卖房的卖家是比较少的 但是持币代购的买家 还是非常多 最后来我们来说说 condo市场 这个月呢 因为freehold的下降 牵扯到了condo市场 其中C01 C08市中心的condo 于2到3月份最高值呢 是下跌了6%和9% C01区的均价呢 现在是83.9万加币 C08区的均价呢 是79.2万加币 其他的区域呢 也有不同程度的一个下调 其实原来视频也和大家说过 现在的C08和C01区的均价 其实跟疫情前呢 是一个水平 我们看一下2020年的3月 C08区的公寓的价格 是79.5万加币 那么C01区的价格呢 是85.8万加币 现在几乎是和那时候 是完全持平的 那这个数据经过两年的变化 生活的开销 大大的上涨 是不正常的 所以其实我是比较建议 我的客人在这个时候呢 是买入dontown的一个公寓 虽然说现在还在加息通道 每个月的mortgage 会比原来多一些 但是有意思的是 现在美贵的租金 其实比原来是好了不少 我们来举个例子来说 1080被Ucondo非常的靠近多大 两个是两个洗手间 现在的美贵的租住的价格 是3700加币每月 101Charles 这个离多大走路在 10到15分钟左右 两个是两个洗手间 一月份的出租价格呢 是3200加币 现在呢是3400加币 以1%的加息比例来说 那么如果是以55% 是一个本息比 所支付的额外利息的话 每个月增加的是100加币左右 我一直认为 在一定程度上来说 以疫情前的价格 买到一个租赁市场 向上的一个condo 买到一个比较好品质的地区的话 是可以值得投资的 而一个房子 最后的成交价格 其实是三个因素构成的 一来说是市场环境 二来说的话 是房子的一个本身 或者说的是卖家的一个期待值 三的话 就是你的经济的一个能力了 我们来看一个例子 上个月当中的话 我带着客人买到了一个Landstop 就是Richmond Hill的一个townhouse 我们买入的价格呢 是105万 同样也是上个月 两个星期以后 另一个townhouse 一条街 而且状态 或者说的是地理位置 还没有我们买的那个townhouse好的话 它的售出的价格是116.8万 所以说在任何的市场当中 与对的经济合作 找到合适的房子 恐怕才是一个投资的长久之计 好了 以上就是五月的市场报告了 如果是您想知道更多 每个详细地区的市场情况的话 欢迎联系我 让我单独为您介绍 谢谢大家观看 我是Sharon 一名多伦多的全职地产经纪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